大家好 我是寶 對 我們現在來到Costco 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千多塊的Costco葡萄酒 味道怎麼樣吧 希望可以找到什麼好東西囉 那我們走 Let's go Costco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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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寶 對 我們買回來了 今天呢 我們要喝 三支 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第一支 我們要喝的是這支 它叫Stack Sleep Napa Valley Chardonnay 我們今天喝是2019年的 恩 這一支喔 它是一支還滿不錯的酒啦 但是因為如果要上一千的話 我可能對它期待太高嗎 柳橙 黃桃 香草 奶油 可能有一點酵母的感覺 但是沒有很明顯 就是萃取過多的雜味也沒有 但是它也沒有 比如說花香啊 果皮香啊 或是一些很驚訝的味道 這個也是沒有 就一個中規中矩的 那你覺得 不難喝 但是它的味道沒有到很驚豔 沒有想像中的 就是預期中它應該要的味道 老實說這一支有一點讓我想到 也是Costco買的那一款 美國的Lowdy Chardonnay 那一支好像是四五百塊 而且那一支的變化 個人覺得比較多 好那第二支我們要喝的是這支 Brunello di Montachino BDM 總飯果然遇到了這個一千多塊了 之前就可以預想到的是 就是每一支都很像這種感覺 它不難喝 是順口好喝的酒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拿一個高級酒的眼睛 來檢視它的話 它就會缺少了那一些 豔麗的這種元素 這一支來說的話 我覺得可以不用Decan 它可以直接喝 我覺得它Decan之後反而更沒有味道了 它是有紅莓果的味道 煙燻啊皮革啊這一類 比較Brunello的這一種味道 但是至於在更細節的香氣 就比較少 酸度是有的 可能大概中高吧 雖然是有 但是不會感覺到酸度太高 那你覺得 有點澀 喔真的 你覺得丹尼太高 嗯好 然後我覺得 跟前一支一樣 期待可以更好一點這樣子 對因為畢竟我覺得一千多塊了 我們的期待會上升也是在所難免的事 唉 好那我們第三支要喝的是 Clarendon Hills 的星光油二軍嘛 對我們今天剛好買三支 都是不同國家的嗎 Lun R34 Lun R34 Lun R34 顏色很深 嘿 牠比較像義大利酒 妳比 比我想像中好欸 我覺得這一支也是屬於可以不用Decan 真的這一支 這一個瓶子裡現在非常有葡萄乾的味道 黑梨、黑櫻桃、黑櫻桃乾 它果汁的味道持續了非常的久 就是一直都是果味果味 剛剛那些果味都非常的強這樣子 然後黑桑盛 統味就是香草啦 然後牛奶啦 有一點巧克力的感覺 在美底CAN的這一杯裡面 五香粉 剛剛那些味道有搭配它超強的這種果味跟果乾味 就讓它變成一支很多層次的味道 那以口感來說 酸度我覺得算是油 但是不會覺得很明顯 就會讓你覺得說 欸你喝下去之後不會覺得膩這樣 我覺得酒精感是讓我覺得油比較強 但是你又要覺得說 欸它有酒精味的時候 它又有那個果味整個又跟著一起出來 你又沒有覺得酒精有那麼強的感覺 但是事實上它是14.5% 所以就覺得欸這一支還蠻不錯的 算是有層次的酒 我覺得一切都會就是要端出像這樣子的東西 換你 我覺得還不錯啊 像剛剛講的我覺得 比剛剛義大利酒更像義大利酒 什麼啦 到底對義大利酒是什麼概念啊 其實那種阿麻洛味的 喔喔喔喔喔喔 你講出一些最有名詞 算你厲害 對嘛 一樣是還蠻色的 但不抵抗一樣是比較好 抵抗完之後那個味道變比較沖 就是在聞的時候 像酒精味還是什麼味就會變得比較好 因為我們之前在喝義君的時候 其實那一支已經相當老了 我記得十幾歲 葛星光源的義君 那時候喝也是嘛 然後十九二十歲 其實那時候它味道就是已經會非常老了 大部分都以甜為主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現在喝 我覺得是剛剛好 兩三個小時它的味道會一直變化 然後都是在還不錯的這個範圍 今天呢喝了這三支超過一千塊 然後Vivino是四分以上的呢 我覺得是都沒有難喝的酒 但是因為你對於一千塊的酒 期望就會提高嘛 如果今天這三支裡面 有哪一支我可能會再買一次 或是我可能會拿來推薦給朋友的話 就是這支 Clarandon Hills 的二君 可以比較理解說 喔為什麼它是一千塊以上的酒 所以咧 你咧 就這支啊 這支比較好喝啊 因為我們之後還會再去一趟好市多 再來買買看其他的一千多塊 想看我們試哪一支Costco的一千多塊酒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按訂閱按分享 跟你所有家人朋友囉 那我們下次見啦 Bye たはじめ